哎小冬 你在这呀 花姐 你怎么上来了 这么冷的天 我问嫂子了 嫂子说你来放羊了 我就找过来了 啊花姐 你看我们这都在下大雪 你上来干嘛呀 这么冷的 哎呀怎么说呢 你才是真的是 你看下这么大的雪 你看你耳朵都冻得那么红 你咋就想不住呢 真的 啊花姐 你也知道的 我们那个羊子是放在山顶上的嘛 你看这几天下大雪了 如果不把它就是赶下来的话 它会在上面冻着的 还有这些木柴 现在雪还不这么大嘛 等再过几天 这个雪下大了的话 这个柴不早点收回来的话 就不能用了 哎你这个人真的是 冻坏了吧 来小冬 小冬花姐的你闻一下吧 好好的闻一下 谢谢花姐 你看你耳朵都真的是冻得好红呀 不是 等一下啊花姐 慢点啊 哎呦哎呦 花姐 来你把这个衣服劈一下 哎呀不用小冬 你不要脱衣服快点 你自己 没事了花姐 你听我的小冬 小冬你听我的 管快双声不要感冒了快点 快点 这么冷的天 你不要脱衣服快点 好吧花姐 哎呀 冷不冷呀 好好的 花姐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好了呀 啊怎么了呀小冬 花姐 就是我感觉我欠你的太多了 你看这几天你带着我直播 我也发现了我就像一个井井之蛙一样 什么也不懂 什么也没经验 而且我也想要好好去学习去努力 你看花姐 你这么对我有期望的 这么支持我鼓励我 还有哥哥姐说说 你们也那么喜欢我 那么支持我的 我真的不想让你们失望 哎呀小冬 今天听到你跟我说这么多 我真的挺欣慰的 还有一点你心里不要有那么多负担 你真的做得已经很棒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跟你的相遇 真的你是一个很腼腆又害羞的一个人 甚至有点自卑对不对 但是现在你看一下你自己 真的很优秀了 我觉得你现在变得开朗了很多 并且真的有在努力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的 而且这些都是因为遇见了你 小冬怎么去说呢 我们俩的相遇其实是密中注定了的 你看因为你的善良真的已有在温暖着我 所以你真的不要有那么多的心理负担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好的 花姐 你看最近也发生了那么多的事 真的 怎么去说呢 你就像一束光一样 温暖了我的生活 照亮了我 前进的步伐吧 真的 花姐 在成长的这个道路上 我真的很有努力很努力的去做 但怎么说呢 可能就是步伐小了点 慢了点 但是花姐 我真的要在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做 我真的不想 就是辜负你对我的期望 不想辜负哥哥姐叔叔 因为你对我的期望的 你真的要相信我好不好 花姐 小冬 花姐还有哥哥姐叔叔 我们一直都相信你的 真的 我们慢慢来好不好 一起努力好不好 对了花姐 我以后就能够能不叫你花姐了呀 我以后也叫你小花好不好 可以可以 你喜欢就好小冬 那我们回去吧花姐 嗯好 慢点哈 要不要我帮忙呀 没事的 嗯好 走 这个路有点滑 慢点 好 你走前面吧 好 走